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慈 新聞開始 要帶你來看到是臺灣今天新增 二十八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不幸新增了六人染疫死亡 而隨著臺灣的首度三級警戒為解封 打疫苗的人也更加踴躍了 昨天十二號呢 打疫苗的人創下了 單日的新高紀錄 有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人接種疫苗 而蔡英文總統喊出希望七月底 臺灣疫苗涵蓋率能夠 沖上百分之二十五 這個目標能夠達成嗎 有醫師認為恐怕要等到八月才有可能 不過呢 指揮官陳時中信心滿滿的說 疫苗涵蓋率現在已經有百分之十六點二七了 要達標 不需要等到八月就能完成 大街吃剉冰還開不了口 大火鴛鴦鍋還開不了鍋 因為病毒還賴著沒走 臺灣新增二十八例本土確診 印尼境外移入一例 本土比例中新北十五人最多 再來是臺北九人 桃園苗栗台中各有零星確診 不幸新增六人死亡 希望不要被病毒盯上 打疫苗的人更踴躍了 七月十二號打疫苗更創新高 全臺灣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人接種 是單日最高紀錄 但是各施打站吃得消嗎 指揮中心表示 從接種量能看 打疫苗不太會出現大規模擁擠的狀況 而蔡總統喊出七月底 臺灣疫苗施打的涵蓋率要衝到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有醫生掐指一算 八月才有可能沾上邊 指揮中心表示跟國際同步 疫苗涵蓋率改用劑次涵蓋率來算 就是全臺灣不分一二劑 打了多少劑的疫苗 占全臺灣人口數的比例 目前疫苗涵蓋率達百分之十六點二七 現在全臺灣最想念的人恐怕是他 大家對確診佳麟何止一點點動心 但臺灣還等得到這一天嗎 不用這麼的悲觀 我們一起努力 那我相信一定會把這疫情控制住的 臺灣要佳麟 大家請加油 華爾新聞黃美會方晴年 台報道 臺灣 感谢观看